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玉佛节 同时也是慈祭基金会57周年庆 志工们特别前往 吉安香公所制赠130份的寿桃 要给清洁队员 祈愿国泰民安社会相和 吉安香公所前摆满了一场桌的寿桃 这些全都是慈祭基金会志工们 为了感谢清洁队员平时辛劳 亲手制作赠送了130份 要给吉安香清洁队 那因为清洁队每天这样子 运在垃圾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还蛮辛苦的 那所以我们就送了首套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然后我们在那个金市场前面 也有做佛恩的部展 那也希望同仁们能够一起来共募佛恩 看一下我们有关佛陀的故事的展览 厢长游淑珍也感谢志工们的用心 特别致政感谢壮 五月温馨感恩节 谢谢慈祭的师兄师姐 带来我们佛担节的祝福 跟温馨的关怀 尤其针对于我们清洁队最辛苦基层的 劳务工作的员工们 为我们的环境 为每一个重要的辛苦的工作 来作为一个传承分担 甚至于是服务在深夜里面的这样的辛劳 因此谢谢佛陀慈悲 谢谢慈祭师兄师姐 为我们开启首座 亲自讲这份爱 来驿助清洁队 来分享幸福关怀跟关心 在这里我们克尽职责 做好每一份公务推展的工作 以回馈社会的大爱 来分享给我们的关怀 跟支持的力量 一年一度的育佛节就快到了 同时也是慈祭基金会 57周年庆 5月14号也将在花莲金士堂 和台北中正纪念堂 分别举办育佛祈福活动 志工们也邀请大家一同到场参与 并从中得到满满发喜 记者许丽琴减香报导